秋朝里报道 糖尿病发作 身体出了紧急状况 没有办法控制油门 因此是失控暴冲 撞进了加油站 而他刚好又撞到了 另一辆正在加油的轿车 所以是引发了加油站 爆炸起火 导致了六个人受伤 目前这六个人 伤势状况都还不明确 而目前警方也要赶快 进一步来调查 厘清肇事责任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 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交还给彭内